哈喽,大家好,我是花生,我是一名药剂师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关于苹果醋 苹果醋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到底谁适合喝苹果醋? 想要减肥的人可以在饭前喝苹果醋去抑制食欲 还有就是消耗脂肪 苹果醋也可以加速分解脂肪 苹果醋的果酸可以降低肠道吸收油脂 再来就是如果你是肠胃不好的人 可以服用苹果醋来帮助消化不良 还有就是容易便秘的人也会有帮助 血糖高的人也适合服用苹果醋 我们知道苹果醋可能降低血糖 苹果醋不仅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 也可以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 苹果醋可以延长食物在胃中的排控时间 这样不仅可以减缓餐后血糖值的波动 身体也不需要释放过多的胰岛素去调解血糖 也不会造成大量的脂肪合成 我们知道胰岛素具有促进脂肪合成的作用 所以就因为喝了苹果醋 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就减少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脂肪合成也会减少 苹果醋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调解酸性体质 苹果醋放入我们的口是酸性的 这些有机酸下渡后被身体代谢成二氧化碳 还有各种的酸性盐 最后变成碱性 能改善人体酸性体质 健康的人他们的血液PS是弱碱性 通常介于7.35至7.15 平时我们吃的肉类鸡蛋和米饭都是属于酸性食物 苹果醋就可以综合这些酸性帮助吸收这些营养素 有几个小贴士想送给我们的粉丝 那就是空腹千万别喝苹果醋 以避免刺激分泌过多的胃酸 伤害到我们的胃壁还有引起胃痛 最好是用水去稀释苹果醋 直接喝苹果醋会伤到我们的牙齿还有刺激到我们的喉咙 如果是孕妇和谈尿病患者 最好先事先询问医生自己适不适合服用苹果醋 以避免不必要的药物冲突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点赞和分享出去 最重要的就是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